好玉璃镇目前还有五个部落是没有聚会所 都还正在找适合的公有土地来设置 不过在代表林彩英在质询的时候提出了 忠诚部落的聚会所空间太小 公所是不是没有跟族人讨论 公所则是回应受限于设计法规 一切都是有按照法规来去做设计 之后会再跟部落的族人来做沟通 玉璃镇目前还有五个部落 没有聚会所都还正在找合适的公有土地来设置 不过在代表林彩英质询的时候 提出忠诚部落聚会所空间太小 公所是否没有经过讨论 刚开始设计的时候设计规划的时候 你们有给部落的人看吗 他们有在开会吗 因为我看到他厕所坐在里面 不是坐在后面 变到那个工 他的那个使用的那个范围变很小 公所则是回应受限于设计法规 一切都是由按照法规来做设计 会在与部落族人国同 即便是我们的聚会所跳舞广场 他是有梁柱有顶盖的 他也只要是他的垂直最大投影的部分 他是以这样来计算 所以我们的这个聚会所 他原来基地就已经小了 所以他设计 他已经是以最大的那个 建幣率来去设计的 那当然这个部分 得势必如果依照我们族人的需求 他们在跳舞的时候 可能他们一定会觉得不够用 科长接着表示 社会会再跟原民会提出部落需求 就像德武部落的跳舞广场一样 有另外的需求 是否再往外增加遮棚遮阳 这部分也要在法规内允许 最后再与部落讨论商讨 如何进行 记者高双双玉立正采访报道